陈奕迅为电影演唱主题曲《我们首抄歌词体会情感》唱到尖杯拉伤。 由刘若英指导,张义白兼致,景百然,周冬雨和田壮壮主演的《后来的我们》将于4月28日公映。 4月9日晚,由陈奕迅演唱的电影主题曲《我们的MV》在各大视频网站与网友们见面,紧接住的10日,后来的《我们》主题曲发布会就在北京剧行。 导演刘若英,监制张义白,演唱者陈奕迅,作曲陈建奇,作词格大为,总制片人兼我们的MV导演沈小薇,猫眼COO猫眼影业总裁康璃和环球董事总经理吴嘉伦亮相了发布会现场。 发布会上,格大为爆料称陈奕迅在录音之前自己亲手抄写歌词,因此录制中很快就抓到了歌词中所蕴含的感情, 而刘若英则爆出金剧时间不是用来忘记爱,而时间正爱。 刘若英出指导头,不仅邀请了自己的好友张义白出任监制,光影诗人李平彬担任摄影指导, 也是一早就下定决心要邀请陈奕迅演唱主题歌,原因很简单, Eason那些深情的部分,是有感悟的人才能唱得出的,听他的歌甚至每一次换季好像都有表情。 陈奕迅同样对刘若英赞赏有加,除了曾带在刘若英专业之外,刘若英到香港开演唱会,陈奕迅也会专程前去捧场。 因此受到刘若英的邀请,陈奕迅毫不犹豫有情跨刀,申请演绎了这首《我们》。 而我们的词曲作者,同样和刘若英,陈奕迅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词作者葛大为自从在陈奕迅2008年的专辑《不想放手》中为《倒带人生》填词后,就一直是陈奕迅绝佳的合作伙伴之一。 去年陈奕迅发行的国语专辑《C'mon In》中,十首曲子里里,竟然有无首都市葛大为填词的。 他也曾为刘若英写出过听说,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,其实我也感激,当我听说,你还相信爱情正是刘若英无比美丽的瞬间。 因此当刘若英发酷邀请时,葛大为欣然答应。 葛大为和陈奕迅都对陈奕迅的演艺赞赏有加,葛大为就爆料称陈奕迅未求完美,在录音之前自己亲手抄写歌词,因此很快就抓到了歌词中所蕴含的感情。 而陈奕迅则笑颜,其实这首歌的演唱难度很大,以至于陈奕迅唱到最后,感觉肩背都要拉伤了,陈奕迅则连忙辟谣,说其实自己只是调动了背部的肌肉,才能唱到自己满意的地步。 主持人黄紫角现场也宣布,我们的MV在微博已经上线后,在两个小时内,点击量超过200万次,歌曲评论也超过1万。 监制张一白爆料说,其实在拍摄MV之前,陈奕迅就已经在想象其中的一些画面了,因此这支MV里,陈奕迅也贡献了不少极好的创意。 陈奕迅在发布会上也大赞刘若英的独特气质,非常适合这样的爱情电影,他笑颜,觉得这首歌奶茶自己唱应该也很好听。 陈奕迅表示自己一了解到后来的我们讲的,是一对背景离乡去大城市打拼的情侣十年间纷纷和和的爱情故事,那种情人间的错过和遗憾,在自己唱过了我们之后,就更加多了些感悟了。 刘若英也曾数次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翻唱过十年,谈及十年和自己的金曲后来一样,是对过去的一种追忆,他还爆出金句,时间不是用来忘记爱,而时间正爱。